我今年85岁 中来的时候是50多岁 大概是1982年吧 那时候中来不懂怎么做 只有医生介绍我解除 就当个自查案就把他解掉 你做怎么做了吗 我就当时去香港,经过香港 碰到一个朋友,他讲 现在中国有一套东西可以致癌 后来以后我就在书店找到书 就自己绣,自己绣 不懂对不对 就说那乱乱绣 后来你又去中国 等记到书本的介绍 怎样子走 怎样子细细 一直练 不停地练 每两年就去检查一次 没有事 两年一次去检查 就没有事 到最后第五次 我就怕肝有问题 去到新加坡 找新加坡一个专科医生 跟我检查看 没有事情要讲 完全好 但是安心 那时候就开始去中国找他们 哦,五年后你才去中国找 四年了 哦,四年才去中国找 才去中国找他们 嗯嗯 我当时是希望能够再找到的东西 有没有要好吃这样那样 哪里有东西 就是简单的这一套书 嗯嗯 那么就碰到乙大元 乙大元就叫我 我去参加他们的抗海乐园 嗯 抗海乐园成立的时候 我在 我在北京 北京抗海乐园 我在北京参加他们的会议 哎,那个会议上啊 很多五年的 七年的 很多癌症病人 都拿到大黄花 嗯 我就习惯 我告诉余大师 那么我为什么没有 嗯 他没有准备到 把他自己的红花园给我带 哈哈哈哈 但我也带过 像是抗海明星 嗯 我四年了 嗯 我讲 我讲你们有老师教 我没有人教 我自己修 我都能够成功 嗯 所以这条路是靠得住的 嗯 是可以治癌的 嗯 你有什么话要跟新的葛林气功会员 或者还没有成立葛林气功的那些癌友讲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条新路 嗯 我是从头走到尾的 嗯 我成功了 那我就要教里面 嗯 我不能自私 我要把这个气功介绍给所有犯定的人 嗯 所以我想咖啡会成功 也会有成功 OK OK 这是一条新路 嗯 命很好过我从头跑到尾啊 嗯 嗯 前三四年来 嗯 国度很好 嗯 活得很好 嗯 所以你就赋予他们要 呃 努力练功 加入葛林气功努力练功 修行这个功 嗯 把这个功当作是一个救命的神子 嗯 能够能够能够康复的 嗯 最主要是要鼓励他们 对对 这个是可以康复的 嗯 嗯 只要你能够认真 嗯 教他就可以了 嗯 嗯 OK 我都没有 没有化疗 嗯 也没有电疗 嗯 就只是靠气功 嗯 就是靠气功 从不靠气功 没有别的东西 嗯 当时我都没有杀杀将 跟着他出本身后的西西夫 嗯 是西夫 风雨不改 一直念 断念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在五六年的时候 我床部是 没有平的 嗯 风雨不改的 嗯 嗯 就等于是西夫 母国 嗯 身子就好了 嗯 嗯 嗯 这个你相信不相信 嗯 只有我自己走过来 我自己懂的 要亲身尽力其中 好 对啊 对啊 对 嗯 OK 谢谢他老师 嗯 对啊 对啊 嗯 对啊